请小小提好吗 有个重要报告 我们的退休会开罗了 So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our summer retreat OK 那我今天呢 要开始我们2015年退休会的一个正式的宣传 So we're going to start to kick off our 2015 summer retreat 那可能有些弟兄姐没有参加过 也有些弟兄没有参加过 So you may not have to join 所以呢我就今天做了一个PPT 那这样讲得有条理清楚 那第一个呢是关于退休会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退休会 甚至这几个字怎么写 So this is retreat OK 这个不是retire OK 那主要就是两个目的 一个是远离就是平时的工作压力 生活压力 城市的压力 我们来到一个青山绿水的一个地方 好好让身体心理的那个放松 So the main person we're going to leave our busy daily routine and go to a beautiful remote place 那那个地方呢也是特别的安静 非常适合跟神有个交流亲近的神 并且彼此分享 So we can have a good quiet relationship with people and with God 对 然后我相信很多参加弟兄姐妹 有非常丰富的一些感受和一些经验 So many people went to so you can have good testimony OK 时间方面呢 我们是定在今年的memory day 5月23到25号 So you see this is all day 所以正好是长周末 So it's a long weekend 所以应该是比较好安排 So it's easy for you to arrange OK 所以还没有安排好的 请把时间预留给我们 So make sure in mark the day 地点呢 我们是放在一个在纽约斯里中间 一个叫Libanzo Retreat Center的一个地方 So with the middle of New Jersey Libanzo Retreat Center 这个地方呢 离我们这边北山呢 差不多是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Only about one and a half an hour away 而且这个Retreat Center呢 它其实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This is the very long history of this retreat center 它是由那个英国的宣教士 戴德森牧师 他在中国内地会 德国峰会 这是一个地方 So this is organized relate to the Hudson Tennis the inline mission 那么长时间以来呢 这个地方就成为 全世界各地宣教士啊 宣教机构 做培训 做分享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地方 So this place hosts a lot of missionary and do the training there 所以今天我们有限在这边 So very much we can be there 接下来关于人员方面呢 因为这次主办 退休会主办方式 还是我们纽约封书林安丹 和泽西封二人 一起合办 So the host will be us and the Jesus Christ Church 那我们这次退休会 所有向公众开放 基本上是 除了我们两个教会的 自己弟兄姐妹以外 我们也非常欢迎邀请 你身边的木道友 或者你认识的亲妹派 反正他们有兴趣的 我们都欢迎参加 So we welcome to everyone So you encourage invite your friend relatives 但是我们名额有限 因为根据场地 和社会的限制呢 我们基本上是 300人左右的归 So we welcome to everyone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 请外面的讲员 那我们今年考虑到 一个是时间和 这种安排上面的 不方便 所以我们今年呢 是准备以我们 自己教会的牧者 讲道为主 So we only use our own church speakers 所以我们基本上呢 就是讲道的部分 是放在上午和晚上 那两个下午的时间呢 是大家都可以自由活动 参加一些康乐 或者一些小组的 一些讨论严修 So we have a different worship and different recreation activities 所以我们看到 时间基本上是 礼拜六上午报到 然后一直到 礼拜一吃完中饭之后 So we'll be starting from Saturday morning and to the Monday noon after lunch 那住宿方面呢 这次那个地方呢 主要分两个地方 一个是guest house 一个是retreat center We have two types of housing 那guest house呢 就是社会相对是好一点 就像一般那种 hotel的那种条件 the guest house would be more like hotel 对 里面有洗手间 有基本上有双人床 有两个单人床 或三个单人床 适合一些小家庭 So good for the small families 但是呢 床位呢 只有七十个床位 We only have seven beds Sunday beds 啊 对 那retreat center那边呢 床位比较多 但是它是基本上那种 上下铺 就跟我们学校住那种 差不多 So retreat center is more like domitory the bunk beds 它有十人间 或者八人间 就很多人住在一起 So you're going to be very very crowded with others 而这边 我这边没有列出来 最大的一个不同呢 就是客房 guest house那边呢 你自己不用带任何东西 So if your guest house is like a hotel you don't need to bring any 任何东西 但是那个 但是那个 retreat center那边呢 要自己背 背路 So the retreat center you need to bring your own blanket 对 你可以睡袋啊 这种比较方便 我是病人 那这边呢 我是结了一下 几张照片 这是guest house 外面的一个 样子 然后里面 你看 它的睡床 基本上跟一般外面的 hotel 差不多 总的肯定是guest house 对 然后呢 guest house那边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设施 比如说餐厅 图书馆 还有这个小的一个会议室 还有儿童的一个 休闲 那这是retreat center retreat center其实那边 有好几栋楼 这几栋楼都是住宿的 当然我这边没有 它里面的照片 但里面基本上就是那种 上下坡那种 它有床垫 但是你必须自己带 背路或睡袋 那这边上面那个呢 是那边的餐厅 因为餐厅它也是分 guest house那边 它有自己的餐厅 那这边呢 它也有个餐厅 那下面那个呢 基本上是我们 这次退休会的一个主会场 外面看起来不是很稀 但里面还是非常的大 可以容纳大概200多人 好 餐饮方面呢 我们这次是三天两夜 然后一共是 其实是七餐 那六餐呢是由那边提供的 对 然后呢 然后呢 但礼拜天的晚上呢 我们有我们的传统 就是我们的狗狗晚会 然后其中呢 我们会提供烧烤啊 一些自己准备一些食物 然后那边有些规定 就比如说你自己不可以在那边厨房煮东西 你不能煮食物 对 还有如果说你对一些食物有过敏的话 那其实让我们知道 那我们在他们在准备食物的时候 我们可以提供给他们 好 康乐那块呢 那边首先营地很大 它有山有水 然后它有很多设施 篮球场 排球场 可以钓鱼 那边有个fishing棚 还有游泳池 然后还有室内和室外的一个game room 还有其他的话 我们可以 我们要在筹备的过程当中 留待去发煮 因为可能有农场啊 采摘啊 或动物园或酒庄之类的 对 然后这些照片是我从他们网站上面写下来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游泳池 排球 篮球 这边是一个 这个是那个fishing棚 旁边还有沟火的地方 所以这很漂亮 很修正的 对 OK 那这是关于 费用方面 那费用方面主要是分成两个类 因为它是主要是 那个住宿的条件 在餐饮方面两个地方 虽然用餐地点不一样 但是基本上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所以根据住的地方不一样的话 它主要是再分成年龄段 三岁到十一岁 它是九十块钱 guest house 然后guest house 十二岁以上一百五十块钱 那retreatment那边会相对便宜一点 因为要自己带备屋或睡袋 所以是七十和一百十 所以价格也是非常公道的便宜 因为它是三天两亿 那另外呢建议方面也有提供一些小小的支柱 所以这就是价格方面 最后是一个筹备 那这边的话还没有很详细 但基本上我们就是从今天三月一号开始 三月份我们开始正式的一个报名注册的工作 包括宣传 然后我们的组委会 就是这个特会的组委会 我们要开始一些筹备的会议 然后四月份也是五月份 我们的注册报名是到五月十号截止 然后接下来半个月时间 我们就要进行叛加紧密的一些筹备 OK 还有最后就是问题 因为之前有弟兄姐妹就问我 就是说跟我提的问题 就比如说他自己有家里有宠物 那我退休会时间如果没人在家 我要带到退休会可不可以 那我只是把问题记下 但是我还没有专门去问过退休会那个地方 问过他们 那我的想法就是说 如果说弟兄姐妹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现在或者说等台下的时候再跟我讲 那我会总一下问题 然后一起去问他们 然后下面的话是 你可以自己Google 或者下面直接有他们的网址 那上面有更多关于这个营地的信息 然后你像这个 就是我关于这个退休会的一个分享 那最后呢还是讲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 这个退休会呢 我们已经断了两年了 对三年了 那今年我们是非常感恩 我们能够有这个退休会 我们自己能够在外面 能够有个很棒的一个旅程 那当然这个很棒的过程 背后需要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 那我想就是说在这边也付招呼想 因为我们需要很多同工 那如果说你对这个退休会有想法 有负担的话 你可以找到我们 我们就一起一起努力 在神的代理下 能够把这个退休会办好 另外如果说你没有时间来参加我们筹备的话 那也希望你能够平时能够将这个退休会 能够带入到你祷告的 每日的祷告当中 你能够为我们 真是让神父开乐和智慧 谢谢大家 谢谢赛峰 赛峰是在2009年营火晚会的 那天晚上的觉知信主的 谁能想到几年之后可以做主席 我们将会是有拍摄他们 我们将会是有拍摄他们 好